《慧英雄》出一隻新劇《拜神儀式》 她在身企入面飾演精神病患者 還說是她從影以來最難處理的角色 但就不用特別做功課 為什麼呢? 其實沒有特別去參考 因為自己都病了這麼多年 也看了這麼久醫生 然後為了要醫治自己 也去讀一個精神科的校外課程 去處理自己的精神變化的時候 就自己知道了 所以在讀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讀很多不同的病徵 所以我應該都很熟悉不同類型的精神病 一些反應 我其實很懂處理我身體的變化 紅姐上年憑著《鐵探勇》時 今年再回來拍劇 有沒有加片酬 其實第一次接觸就是劇本 劇本說給我聽的時候 我立即都跟朱Sir說 這個劇本很高檔 真的很高檔 而且超出了一般的水準 之後才去談錢 其實錢真的沒有加價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一個很爛的劇本 但錢很多 拍完之後可能沒有回頭 那倒不如拍一個很好的劇本 價錢合理就可以了 謝謝的 慢慢聽我今天 再樣淵 好 Co 然後